妈妈藤叶起了个大噪 开始给小然然收拾衣服 准备带她去姥姥家住上几天 妈妈在哪里 妈妈明天带你出去玩吧 好不好 妹妹啊 妹妹 然后你想穿个什么衣服 穿个小衬衫吧 好不好 哇 拿你的小毛衣啦 让你再穿个小毛衣好不好 我们穿牛仔裤好不好 你喜欢哪一个 这个太长 大家喜欢给她穿太亮的衣服 喜欢瘦一点的 给她买的衣服基本上都是这些灰的牛仔的 然后老婆都说小女孩应该穿亮一点的 然后应该穿小裙子 然后我就喜欢这些雅致一点的 啊 哭不能看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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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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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些无奈地退到一边 拿起了手机 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认为 比如说男孩 在小的时候那就是灰黑男 女孩那就是红的绿的花的 这个是个人的一个喜好 但是我们从儿童的 心理和情绪的发展上来说 比较鲜眼的颜色 对孩子的情绪 对孩子的视觉是有帮助的 你会发现有很多家长会反馈说 我们家孩子就是个视力 说怎么视力呢 说你看他一看着漂亮的女士 他就愿意让人家抱 一看着穿着不好看的 颜色灰暗的 那就不喜欢 就是孩子已经有这种最基本的 简单的这种审美了 如果在这个阶段 孩子能够接受到丰富的颜色 美好的款式的这种刺激和熏陶 那其实是挺好的一件事情